下午五点钟 欢迎您收看这一节一电视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雨晴璇 当然来关心的是17年前 台中后风这边发生了女老师情杀案件 死者男友王岐健跟友人洪世伟被控杀人 分别判刑15年还有12年半 去年的最高法院裁定再审 在今天上午11点宣判 两人无罪可以上诉 他们听到宣判之后 无罪是忍不住落下的男人类 还换上了印上自由人字样的衣服 感谢他们一大加一路的支持 法官认为证人的证词是前后矛盾 没有办法判定真相才会改判无罪 新北市新庄在昨天晚间10点 多一名蔡姓房东听到自己的朋友 也是他的房客一名高兴男子 跟女朋友在吵架就出面想要调停 没有想到他自己反而被高兴男子 给激怒了吵了起来 高兴男子拿出了力检威胁 反被他夺走刺进对方胸口 当场对方是血流如注 警方汇报赶到现场 把公卿辨识组的房东 依照杀人未遂罪嫌依送法办 好 政治消息 最近消息带你看到是立法院 今天召开了院会 民进党立委能撒带着 多数席次的优势 表决通过了以民进党版本为主的 反献吐法 全文共12条 根据这个法案内容 如果接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 委托或是赞助 从事选举相关活动 最高可处5年以下 这有期徒刑 或是并克罚金1000万元 好 详细的现场资讯 赶快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 谢启恩 再来让你关心是 中国武汉传出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 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 央视证实消息也指出 当局已经派专家 到当地展开调查 那么我们这边的疾管局也表示 已经主动关心 到底什么状况发生了 好 详细的资讯 把时间交给国际中心的记者 陈怀安 今天晚上准备好要去跨年了吗 我们来看到 这2020台北市跨年晚会 晚上就要登场了 目前根据我们了解 开始陆陆续续 出现了一些民众想要来参加 好 现场天气如何呢 好像是有点飘着毛毛雨的状况 而且温度是14度左右 越晚会越冷 但是民众不惧风寒 穿起了雨衣 还卡位场厅彩排表演 好 目前现场这次 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婉鱼 来告诉大家 感谢婉鱼 我们带来在台北市政府前面 最新的状况 稍后我们会持续 持续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是跨年各地的精彩画面了 好 说到今天晚上的跨年 真的是越晚会越冷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 要小心一下不要感冒了 晚上的时候 可能只剩下12度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101这边 到时候有300秒的烟火 总共是1.6万发 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好 再来被说 最佳的观赏烟火地点有哪些呢 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下 包括很多人喜欢去的 就是国富经典馆站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01 还有信义安河站 还有上山站 以及迎峰河滨公园 都是很热门的观赏烟火的景点 好 说到台北市政府 晚上的精彩表演有哪些呢 首先开场唱的是 大家最喜欢的五月天了 再来压轴演出会是吴清风 当中还有肖敬腾 杨成林 好 为了要说明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呢 挑战300万人次 北节42小时不打羊 好 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多 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来这个参加跨年盛事了 好 说到各地的烟火呢 首先来看到云林的剑谷山 烟火会有566秒 好 再来是高雄的一大事件呢 烟火会有999秒 好 今天的最后一道日落在哪里呢 要告诉大家 在晚上的5点25分的时候 在台南安平 还有高雄的西紫湾 可以在这边来看到最后一道的夕阳 好 另外呢 在2020年元旦的第一道曙光呢 6点33分在蓝宇 还有6点35分 鹅兰比三仙台 好 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了 好 说到跨年什么最多呢 当然是人最多了 超商也是积极备战 跨年活动这交通的书运 真的是很重要了 台北捷运呢 连续42小时不收班 目前在市府站那边 涌入很多的民众 要来参加 现场什么样的 掌握到真心资讯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黄淑芬 昨天上午 金龙市北宁路发生了 行车周分案件 被害人看到了 白色造车切出来 对他闪了一下灯 没有想到引起了对方不满 一路是尾随被害人 直到呢 这停红绿灯的时候 白色造车上面两名男子 一前一后下车了 先是猛踹对方的车子 接着另一名男子还拿着 长达30公分的刀来狂砍 导致车身钢板裂开 被害人赶紧报警 希望警方可以赶快逮到 这两名凶身扼杀 战略焦点来关心一下 封关民调的部分 目前蔡英文是狂胜 韩国有33.2% 好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蔡英文呢 是后来可以逆转胜 总共是有七个关键了 首先我们整理一下 整个时间轴的部分 在六月初的时候 这时候绿营的选民基本盘回归了 蔡英文当时的民调 首度胜过韩国瑜 后来到了七月初的时候 韩国瑜是又举办一场 大型的造势的 后来韩国瑜的民调就反弹 赢了10% 这时候来到42% 后来在七月底的时候 韩国瑜在高雄市政问题上面 不断的爆出争议 再来八月初的时候 豪华的农舍案也被爆料出来 这时候蔡英文就已经 有微服的领先了 直到九月初的时候 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断 助攻之下 蔡英文的民调 开始一路狂胜韩国瑜 九月中的时候 国民党在整合上面 又有问题 韩国瑜的支持度跌破三成 在12月份的时候 又爆发了共谍案 韩国瑜的支持度 是惨跌破两成了 根据我们了解 后来民调甚至一度来到 蔡英文是51% 韩国瑜19% 我们就来看到目前 这三对候选人的组合 民调到底如何呢 首先是应得配的部分了 目前是居领先的 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国政配百分之十五点四 宋余配则是百分之六点三 另外来看到呢 这个大家的投票意愿如何 这个百分之二十九点七的人 还没有表态 但是有近七成的人说 一定会去投票 再来看到韩粉呢 曾经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非常非常多人 最高是来到七百万人 现在已经腰斩了 剩下大概三百万左右 再来看到蔡英文的英粉呢 四百八十万 现在等于是快要翻购了 九百七十四万 好 说到候选人之外 我们还要看到政党票的部分了 这个最后关头的政党支持度呢 民进党是领先地位的 是领先国民党平均两成的支持度 结果再后的是民众党最高有一成的支持度 好 党主席柯文哲 他就喊出要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党 好 现在为了确保习次呢 他还恐吓哦 说民进党如果收领民众党的话 他就要站出来 在最后关头 力请韩国瑜 炮口瞄准国民党部分区名单 民进党强打主权牌奏效 台北市中山北松山选区呢 立委选情战况持续焦灼 民进党立委候选吴一农呢 好 今天找来议员王世坚一起扫街拜票 好 目前最新民调呢 对手赵王安的支持度是百分之四十点二 吴一农是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仅仅少数二点一个百分点 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双方持续拉锯之下呢 吴一农说自己很有信心 并且向对手赵王安来下辩论站帖 好 今天不只是跨年 还是吴一农的生日 对手赵王安也祝吴一农生日快乐 国民党部分区提名人叶玉兰呢 今天到游兰委同党立委候选人 吕国华来站台 没有想到在致辞的时候语出惊人 好 对此呢 民进党立委陈欧婆迅速反击 怒辟这样的发言是践踏民主 更是践踏宜兰人 还强调宜兰是台湾的民主圣地 宜兰人是民主先锋 现在进入到倒数阶段了 新竹县立委第一选区的选情焦灼 根据年代最新民调 国民党派出的林维州 目前一百分之三十八点三次 暂时领先 领先民进党的对手 周江节约十四个百分点 而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为表态的选民 有近三成这么多 难保最后会不会大翻盘 梁大党也派出了党内大咖 来帮忙声援站台 想要保住渗水优势 蒋家第四代 是成果设计创办人的蒋友博呢 去年跟太太传出了婚变 老人实际的婚姻 正是走到了尽头 没有想到在今年最后一天 再报出两人因为返还 带电抚养费的诉讼呢 在今天四度对不公堂 根据老子疑似是因为 太太带电了不少的扶养费 向张友博来要钱 但是讨不到 这才提告 实际致电给长家 他们低调 居然于云信嫂 城隍爷初旬 却意外摔断头 把信众吓坏了 这些苗栗呢 这边的城隍庙的神明分身 在西月底 外接到其他的公庙去绕境 没有想到要返回主庙 经过龟山大潮的时候 放在货车斗到城隍爷 一次没有绑好 加上风很大 连造了这个整座是摔下来了 连头都摔断 民宿专家表示 这是城隍爷帮信众 来挡煞化灾 但是惊悚瞬间 也让大家吓傻 高手市左营这边 有一间法型屋 只有七平大 而且房子是很狭长 又扁平 最窄的地方只有80公分 最宽也只不过180公分 像是一片蛋糕 老板说30多年前的房子 因为土地征收 从三人几平剩下七平而已 做生意是勉勉强强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不方便 唯一的好处就是 打扫很方便 2020选战倒数不到两周时间 蓝绿阵云的候选人 穿了限量的飞行夹克 让很多民众也想要买到 在网络上面出现了 民间自制版的蓝银版本 飞行夹克 但中选会提醒 在选举当天 这要是跟候选人 或是政党相关资讯的服饰 不可以穿 否则可能会被开罚一万五千块钱 2020总统大选脚步逼近了 民调数字上显示 蔡英文的民调持续领先 根据台湾基金党提供封关民调 蔡英文是43.1%的支持度 赢过了对手韩国瑜15.8% 今天韩国瑜在高雄支持度 更是低于宋楚瑜的 挺韩气势大减 泛兰势力更对投韩国瑜 还是宋楚瑜出现了分歧 网络上面还有人喊出了 气喊宝松 2020年马上要到来了 新制度陆续上路 包括基本工资调涨了 时薪来到158元 这月薪是逼近两万四 是蔡英文上任以来 第四次调涨 打工族直呼很有感 其余上是两到三岁的幼童 纳入了托育补助 最高也有一万元 终所税 基本生活费调高 那么老农津贴调高等等 政府力推 优关民众权益的 福祉政策 帮助大家可以过个好年 跨年夜夜夜恒冷的关系 不少人选择在家里度过 想好要看什么剧了吗 包括公斗剧 演喜攻略的续集 还有台剧 禁止森林 以及韩剧 都是活热话题 香港今年 维多利亚港的烟火兽 停办了 但是他们的民众 民阵在网络发起大游行 说这个到时候 在晚间要串起人链 一起跨年倒数 香港天水围在30号的时候 有十多名的防暴警察 封锁出入口 只为了逮捕张贴文宣的民众 当时五名女子蹲在地上 还有孕妇在呕吐 但是被港警冷眼看待 跨年日门 今天101这边 常常陆客 还有台独团体出没 前年傍晚 有人在这边爆发了冲突 把时间交给记者刘松林 陶游一名小男婴送一不至 检警发现他身上多处伤痕 怀疑案情并不单纯 新庄警方发生一名 涉及毒品案的男子出没 就沿路尾随 趁他开车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 来进行拦查回捕 没有想到对方加速逃逸 还冲撞了一名侦察队的小队长 警方开了三枪贺阻 造成对方被捕中弹 带来看看我们的报道 谢谢大家